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 我是阮木华 这个川普才刚回到白宫就又来了 这个对中的最新的烟消再起 这个川普政府正考虑对蚂蚁集团跟腾讯的微信支付平台祭出限制 那理由是呢 要防堵他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还是用国家安全这个大帽子 在准备做这个动作 那至于腾讯跟白宫都没有回应 这个媒体的消息 这是彭博社的新闻 那媒体有回应的是蚂蚁集团的发言人说 公司没有意识到川普政府内部的任何讨论 就是没在意了 那阿里巴巴周三股价是涨了1.4%的幅度 大家都知道蚂蚁集团跟阿里巴巴有绝对密切的关系 那我看一下今天腾讯在港股收盘也是小涨 并没有受到这个消息里面的影响 那川普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下说要get it done 就是说马上要谈好这个纾困方案 一下又说我不去谈这个纾困的这个方案 要等到选后再说 这个今天有消息出来 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就是民主党的这个多数党的领袖裴洛西 他是说内固醇跟染疫会影响人的思维 这个话颇有深刻意味 这个裴洛西的意思就是说 难道就是说川普服用了内固醇 又染上了新冠病毒 已经影响到他的思维了吗 裴洛西真的是这样跟媒体讲 他说他私下对不对 他私下跟同事是说了 有些医疗人员认为了 类固醇影响人们的思维了 同时染上了COVID-19 也可能会对思路产生影响 那美国这个副总统辩论完 看起来这个辩论这个双方炮火 这个没有交集了 一个是批对中的路线 批这个民主党对中路线 另外一个是把炮火放在防疫上面 那至于说谁胜谁负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关键影响 这个总统大选的情势 因为毕竟是副手的辩论 但是真正重点还是在于 就是说后续川普会出什么样 惊人意表的招了 那以及民主党怎么接招 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 民主党是胜券在握 只是说怕最后翻船而已 那至于说在台湾的消息部分 主纪总处今天公布出来 9月的消费者物价总指数 又跌了0.58% 连续8个月出现负成长 而且就要7月份的跌幅 0.33%再扩大 那怎么样呢 为什么物价一直跌呢 是因为油料费 燃气菜价下跌 再加上旅馆住宿费 旅游团费 通讯费调降 所以说前三季的CPI 年跌0.3% 但是核心CPI还涨0.24% 所以足迹总数是说没有通缩的疑虑 那虽然说核心CPI上涨 但是也只有涨0.24% 也是一个非常微弱的物价增长的情况 那这样的增长情况 其实对整个经济的动力并不是太好 因为我们知道说经济要有强助的动力 物价要有一定的上涨的带动能力 那另外在亚洲股市今天收盘的部分 日经指数今天是收高0.96% 还不错 就是连续四个交易来第三度的走高 而且创下8月以来的收盘新高 韩国股市今天再涨了0.2% 收2391点 也创下了9月18号以来的新高 那当然台股今年也是创高了 台股今天在台积电连电的带动之下 今天收盘大涨了140点 收到12,887点 几乎要攻回了12,900点之上 而今天成交总值也扩大到2000亿之上 那另外期货今天开高77点 收盘涨了119点 指数来到12,873点 成交口数10万口 期限货之间收盘是逆价差14点 相对而言贵买指数涨势落后 中小型股票相对落后全值股 今年指数涨幅只有0.46% 但成交总值也放大到430亿了 虽然说涨势落后 但是量也有出来 那全州贵买指涨幅1.8% 加全值涨了3% 371点 另外台币今天收盘呢 如果算全州的话是升了1.6角 收在28.966 这个全州的升幅是0.5%的幅度 外资连五买 带动整个全值股大型股的走高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种全值股大型股走高会持续吗 那我们下个礼拜该注意什么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 大华国际证券投顾的阮汇指分析师 阮老师你好 好大碗 阮老师这个台积电联电 真的是今天是盘命的主轴了 再加上一个大立光的破底翻 能不能破底翻 看下礼拜一 有未知数 但至少是破底之后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反弹 将近5%的涨幅 另外就是联发科持续的攻高 这些都是今天大盘往上走高的主轴 看起来是偏向中大型股票 是没错 那因为在全值股的话呢 今天是领军往上的 那当然就是说指数来说的话 你要脱离目前的一个 就是说往在五日线 十日线 五日线跟月线这边 胶着的格局的话 那事实上它必须是要发动一些 比较大的股票来去带动指数 所以今天的话呢 整体来说就是指数股先攻坚 那贵买坚就是 反而今天的红K就没有这么长 那不过从大盘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我想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那么今天因为已经收了周线 那周线来看上个礼拜的周线 是一个窒息量一个小量 那这个礼拜的周线是往上周放量 那下礼拜的量势必还会再扩增 那么指标KD的话呢 现在已经开始勾角往上 所以上下个礼拜的话回来 这KD周K就可能会正式交叉 所以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 就沿着五日线上涨的格局 应该短期内不会改变 那么大家因为很多人 最近因为连价很多嘛 上礼拜连价 这礼拜也连价 所以的话到下个礼拜的时候 整个连价因素全部都消除之后 那我想买盘应该会更积极 因为目前其实很多空手的人 那大家的话为什么会看到 不加大型的股票 因为在假日之前的话 大家比较琢磨在大型的股票 一方面比较好进出 那一方面来说 也怕量太小的时候 那么比较中小型的股票的话 比较不是那么容易操作 所以我觉得在假日之前 还是有一些这个因素在 但是放价回来之后的话 我想成交量会再进一步的放大 那到时候的话呢 应该中小型股就会开始表现 放量是好事吗 放量是好事 因为基本上 会不会变成外资出货的一个 反倒标外资可以出货了 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放量不能够一次放太大 就是说 事实上在之前的量本来就太小 所以这比要开始往上增温 是往1800到200亿 这样的话是开始往上增温的量 但是短期之内 你不能放到2500亿以上 如果突然就放到2500亿以上的话 就可能会 筹码上就会比较凌乱 所以我觉得就短期来看的话呢 会放量 但是呢 当然要注一下成交量 不要放得过大 如果放得过大的话 可能短线又会在前高附近震荡一下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呢 那因为到现在为止 其实空手的人还很多 因为上个礼拜 大家就连价钱观望 然后这个礼拜的话 大家看又有一个连价 所以很多人都是打算双十过后 然后刚好已经说了都公告了 然后那个时候呢 再来做一个卡位跟布局 所以的话呢 应该这个盘式的话 我想金金涨到美国总统大选前 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的话呢 当然川普也是很尽力在做多 当然他里面深深说说的 就是说话有些反复 其实我觉得他也是在留一些伏笔 就是说他不会把话讲死 但是呢 如果一旦比较转落的时候 他可能就放力多出来 所以的话呢 当然现在的话 整个局面来说的话 还是对多头是比较有利 所以操作上 我觉得在武器线没有跌破之前的话 大家基本上都不用预设立场 这个盘基本上还是往上涨的格局 但我觉得里面其实比较重要的重点是 像我们谈过说第四季 本来就是一个做梦行情最好的时候 所以的话呢 虽然今天涨是大辛苦 但是呢 其实即便是这些也都是 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比方说年龄涛涨什么呢 年龄涛涨的绝对不会是 在涨他前面的数字嘛 对不对 年龄涛不会是跟你涨说 上半年赚了多少钱啊 或者是营收七月怎样 八月怎样 你现在涨的其实它就是涨明年 中芯出去了以后 然后这里的话呢 它可以增加多少的好处 然后再来明年 它折旧又少了 然后又可以增加多少的EPS 因为它没有进入到高阶制程 所以它没有在这一本的资本支出的压力 对因为它原来的东西里面 折旧也摊提的差不多了嘛 所以明年折旧会减少比较多 EPS会上来 EPS会上来 然后再加上的话 中芯毕竟有人出去的话 那大家对它就是另外一个利多 所以的话 你说它在涨什么 它在涨的也是后面的梦 所以的话 其实现在的话 不管是大型的股票 小型的股票 中型的股票 其他都是在反映明年的题材 应该说第四季本来就是一个 最好的一个做梦行情 那有梦的股票 那如果后面的话 数字再跟上来的话 那就会变成后面的明星股 所以你看像这个礼拜的话 太阳能也是最强的 对不对 那上次的话 在中秋节之前放假前 所以有跟大家谈到太阳能 那之前上个礼拜的时候 那时候又是实在原金也没有涨 那那个时候也跟大家说 太阳能也是这个礼拜的重点 那这个礼拜的话 原金就一路分出去 那所以其实它这个礼拜涨很多 礼拜一还没什么动静 礼拜二的时候就开始涨停了 然后礼拜三的时候冲新高 然后礼拜四今天 今天盘中也是差一点 要去涨停板 那收盘的时候 今天还是涨6%多 那太阳能涨什么 太阳能也是涨梦 所以其实现在美国也是 你看美国的话 像最近最强的 就是太阳能非常强 太阳能涨得非常非常多 那太阳能它涨的也是 美国的太阳能才夸张 才夸张 而且美国因为它又没有 它营收又不是这样子 像我们 涨了十倍的股票都有 非常的多 而且昨天的话 有的是直接就涨十几%什么之类的 如果真的拜登当选的话 美股这些太阳股 也是会泡沫 应该这么说啦 就是你先反应在前面 对啊 拜登一当选 那涨了十倍的股票不泡沫了吗 应该讲说 因为它涨在前面了 所以到时候的话 11月份它可能就会稍微休息 那我觉得重点就是说 你看像元金 这个礼拜涨很多上来 但是的话 太阳能其实还是一个将来 应该说绿能 就是一个将来的趋势没有错 但是呢 像元金涨到这样的话 我倒觉得 大家不一定要去追元金 反而你可以回来看 今天安极涨停啊 对 因为安极数字好啊 那今天因为安极数字出来嘛 对不对 那今天公布的话 单月的获利就已经0.43嘛 所以你看它其实 之前没有涨的股票 今天崩的一声就跳下去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下礼拜的话 回来的话 太阳能这边的话 反而可以注意中心电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的话 在这一块来讲的话 中心电的话呢 就是说 它原来的东西就是 风电跟 风力发电跟太阳能 两个都有嘛 那因为太阳能那块 它本来就是台湾现在重电 里面面积最大的 那另外的话 就是在台电 台电因为将来的话 有百亿的这个病网的商机嘛 那其实中心电的话呢 它的 呃 这种GIS的设备 GIS设备是什么 GIS设备就是 这个叫做 气体绝缘的金属 封闭 开关设备 其实很大的设备 那这个东西 因为它的技术是从日历来的 那在台湾的市占率 超过7成 那后面台电再发出来的东西的话 应该都会 呃 因为它又用很久啦 所以的话 它应该都会用在蛮高的规格 那像中心电里面的话 像69kV 还有345kV 它都是唯一供应商 所以我觉得 这里面来讲的话 它的竞争力算相当强 而且东西有很大的独占性 那当然它另外也有别的 就是说 包括都根那边嘛 那都根的话 今年也贡献 明年也贡献 那其实我们单单讲 像刚刚所说到的 GIS这一块 那这一块的话 重电的设备里面 那今年的话 大概是49亿的营收吧 那明年可能就会空陷到80几亿 所以再加上它其他的东西加起来的话 那今年可能看4块钱左右 那明年其实有机会到7 8块 那这还没有把太阳能算进去 因为太阳能的话 它第四季开始录取要并王 所以的话呢 它反而是这个礼拜 最近这三天没涨的 因为你看 它从底部上来之后 然后震荡三天嘛 那上面因为有一条月线 所以它月线前这边先整理一下 那不过你看反而也是 投信也是一直在买 那月线的话震荡三天 但是低点 每天都往上面点高一点 所以这个下礼拜 我觉得直接冲出去之后 那就等于是上面的话 就会挑战前面的这个高点 因为它配股也配很好 它政策的话 它自己也说 它就是八成的配股率 所以这样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会很容易吸引 这种中场线的买盘 所以我觉得像元金的话 这个礼拜因为已经先喷出去了 所以下礼拜 你就不一定要接这个 但是下礼拜的话 像这个节能这边的话 就可以注意像是一五一三中心店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说接下来开始 就是从第四季到明年好的股票 其实最近营收在陆续公告 那我们来看 它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这个1598带宇 带宇其实这个营收也公告出来了 它数字其实非常漂亮 因为带宇的话呢 那么它在八月份的单月 就占了1.37 那现在股价127 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 其实它的股价是低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九月营收还上来 九月的时候呢 它的营收现在是已经到了14亿 所以你看它九月份的话 14.12亿 那这个营收 比八月份相较起来的话 那营收的话是成长26个百分点 那如果跟去年比之成长181个百分点 成长幅度很大 而且你看 它的营收现在是14.12亿 那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 它的营收那个时候 本来是只有四五亿 然后来到七八亿 然后到八九月的时候 到八月收到11亿 然后现在到14亿 那八月份11亿的时候 就已经赚了1.37 那现在九月到14亿 所以那个数字就会更漂亮 也就是说 你如果从现在开始往后看的话 它是上半年开始 就是病了售进来之后 然后营收跟货币就开始往上版嘛 那第四季的时候 因为它前面又有病了另外一个 是做这种 叫做演算法的公司 那所以这个病进来之后的话呢 后面的新基种 这个地方就会开始再加上去 所以的话 其实有很多公司 我觉得是中长线的爆发力是蛮强的 因为它并进来的那个东西 有很多专利 它做的是演算法的东西 那演算法并进来之后 变成它今年的话 在大陆第四季这边会出新的东西 然后第四季的话 也会推出很多 大概有二三十种新的器材 那这里面都会内建 它里面的这个演算法的部分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像这样的话你看 那股价的话 它其实也整理过 那现在的话 刚开始要往上 那我觉得其实第四季就是做后面明年真的好的股票 就是说我们说第四季 为什么说最末行业最好赚 因为虽然说我们的这个 这个一般来讲 我们是一月一号开始 对不对 一年是一月一号 但是股票常常第四季都是等于新的一年 因为第四季的时候 大家就会做整个的一个回股 过去这一年里面 什么东西产业好 什么东西大涨过 那明年这些产业会不会比今年更好 那反过来说的话 有哪一些是今年开始 年底要开始好的 然后好到明年的 那后面营收获利如果再上来的话 那这样的话 你第四季就会直接印证到它明年的转机性 所以的话那种股票的话 因为它前半年可能没涨 然后呢它基级可能低 所以的话第四季的话 等于从出生段开始 它就涨的关于特别大 那你要看明年有什么趋势 对所以它它的故事 应该就是你要看它的趋势 然后再来看它个别的故事 然后如果它数字第四季 就可以先出来的话 它的印证性就更高 等于是说第四季就开始好 然后到明年打好的股票 所以为什么人家 那现在已经有看出来 这些产业趋势一部分 我上次讲车子 你看车子来讲 对不对 你看汽车 汽车的话呢 你看像我们说352同志 那同志的话呢 它营收也公布出来了 你看它的营收的话 就是很惊人的成长 对不对 因为它营收 八月份的营收 营收是5.8亿 九月的营收是8.1亿 所以九月的营收 是增加40个百分点 对不对 而且40个百分点的话 年增率 现在已经开始正式的翻增了 所以的话呢 你看它之前 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YY还是负的 然后到今年第三季 说YY变小增 然后到九月份的时候 YY已经到25% 然后我之前讲说 第一个大陆的测试上来 那再来的话 Tesla新订单 那Tesla新订单 现在还没有开始完全放量 现在只是小量而已 九月份小量而已 它的月增已经到40个百分点了 所以的话呢 这种我觉得就是什么 就是很标准的大转机 因为你看 以前在2015年跟2016年的时候 有一个大循环 那个时候的话 也是它刚刚切入中国的测试 然后那时候在那之前 它一年没有赚多少钱 那时候也有那个 价值辅助系统的体材出来 对 那个时候是价值辅助系统 然后加上 对 然后加上它就是开始切入中国的 这种自由品牌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 它的获利跟营收的话 就是我们本来没有赚几块钱 然后到2015年 就赚9块多 然后2016年就算14块 结果那股价 就从七八十块开始一路涨 涨到100 200 300 400 最高涨到595块 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循环 那现在的话 就是大陆的车市 已经开始回来了 那大陆车市开始回升 你看比亚迪也是涨很凶 其实大陆的车市股票 涨得都很强 然后我上次有讲说 其实欧美第一季也回来 因为现在看到一些 关键的零组件厂商 其实现在订单都拉得很快 所以的话呢 那同志 跟上一波比起来的话 那这一次他又加上一个 特斯拉的东西 那特斯拉东西 我上次有讲过嘛 那因为特斯拉东西里面 就他在出后面 特斯拉的订单里面 那特斯拉订单里面的话 他出一样 就是说 这个超声波的系统 然后再来的话呢 还有包括这个 这个12颗的扫描系统 那这个的话 在第四季会开始放掉 所以你看 以这样的数字来看的话 那第四季的数字 就会拉得很快 也就是说 你到第四季的时候 就会合理预估 明年的话 10块钱是可行的 对 那如果明年10块钱可行的话 那现在股价这个位置 90几块钱 你100块都不到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 会走这种上一波的模式 因为上一次 他的获利就是这样子 新的东西 然后新的概念 然后新的底财 然后业绩开始上来 那上一次 他第一年股价挑战 挑战10块钱的时候 那时候股价是走到300嘛 那后来300又走到 500多块600 所以我觉得 类似这样的模式的话 其实现在要锁定的 就是后面真正有梦的股票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还蛮多的耶 所以 第四季应该就是个股啦 其实像广定 它CP要定价了 应该在下个礼拜就定完了 那这个定价之后 你也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是雏能 明年会10倍成长 那么 其实不管讲绿能的 太阳能也好 或风力大力也好 雏能 就是后面一定要用的东西 而且雏能的商机 其实是蛮大的 所以其实你看 国外的雏能的股票 也在大涨 所以的话呢 这个是下礼拜 它就定价了 那定价完 应该可以特别留意 所以我觉得 大家现在就是 还是在数定 这个真正有梦的股票 因为第四季 最会涨的也就是走 所以这个假日呢 我们就会 我们分享一档 给大家一起来体验 好不好 就是我们分享一档 有梦的标股 第四季好的股票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就只有这个假日而已 然后 我们就不要限制名额了 只要是我们 这个财经一路发的朋友 就这个假日 打电话来 我们就跟大家直接分享 让大家来体验一档 真正有梦的股票 因为第四季 其实有梦股就是最好赚的 也是空间最大的 那么题材 我觉得都新题材 所以也不会是上半年的防疫股 我觉得已经不会是那一块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 等一下就打了 好 非常谢谢阮慧慈分析师 酒吧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虽然说美中这个交火剧烈 但是呢 今天中国平安保险集团下面的入金所 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递交了上市公开说明书 那根据之前市场传闻 大概是20亿到30亿美金的融资规模了 那应该是今年最大的 这个美国中概股的IPO了 那这个公开说明书显示 入金所在2019年的营收 是478亿人民币 纯益133亿人民币 你看真好谈 这个做不到500亿生意 可以赚100多亿了 那2020年上半年的营收是257亿 纯益是73亿 差不太多 那2017年到2019年的纯益 年复合成长率是50% 所以这个存益的成长情况是很明显 那这个从营收贡献度来看 科技平台收入是入金所主要的收入来源 占比大概是将近62% 那增长呢 也很大的一个幅度 那入金所是2011年成立了 那最初的业务是P2P的网络借贷 但是随着大陆对于P2P的借贷法规趋延 那所以入金所现在已经转成线上财富管理平台 它是一个线上财富管理平台 好那另外在华为的消息部分 因为今天大力光法说 大力光营收衰退20% 衰退的很厉害 而且这个利润率掉的也很凶 这个利润率掉了2%多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情况呢 这个媒体的揣测是华为现在订单是归零了 那同时因为华为有一些高阶镜头的订单 砍掉之后就使得它的这个毛利大幅的下降 我刚讲利润率是毛利的部分大幅的下降 明显的下降 可是大力光今天的股价却是大拉的 当然那个是法说会是在盘后举行的 所以这个收盘的时候并没有这些讯息穿出来 不过今天是破底之后的大拉将近5%的涨幅 可是在昨天大力光的股价是破底的 跌破跌到了3200多块钱 真的跌得非常的惨 那今天也有消息传出来有分析师认为 华为下一步有可能会出售旗下子品牌 荣耀系列 那他就把这个荣耀的手机业务把它卖掉 那当然他卖掉 当然就是说这个借由卖掉之后 看是不是这个荣耀这个品牌可以继续生存 然后因为荣耀其实跟这个小米 大概是同位阶的一个品牌形象 好那针对这个最新的美国总统大选情况 包括美股后面的这个变化多端的走势 我们马上来请教 富然克林投顾的梁佩玲协理 佩玲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贺锦丽跟彭斯会有人翻成潘斯都一样了 就跟这个两个这个副手的辩论 现在目前看到这个评论是如何呢 其实如果以今天的评论来看的话 基本上相较于上一次第一次总统选举的一个辩论 其实今天的一个整个辩论的一个情况相对是温和许多 那这当中当然贺锦丽 因为目前其实以民主党的一个民调是相对比较领先 而且因为在川普总统染疫之后 其实拜登的民调是有在扩 那个领先幅度是有在扩大 所以其实相较起来贺锦丽的表现就相对比较稳健一点 但彭斯的部分其实或多或少还是会希望能够多帮川普讲话 所以因为上一次的一个辩论当中 其实双方的一个火力是蛮激的 就是一直在打断对方的一个谈话 所以这一次其实彭斯的一个谈话有数度 有几次是有被他的就是那个主办的一个主持人所打断 不过就整体的一个气氛来看 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温和啦 那因为这也是唯一一场副总统的一个候选人的一个辩论 所以基本上其实目前市场的一个评论 基本上还算是一个中性 就是认为说其实对整个选情看起来并没有 并不会有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 那接下来大家的焦点还是会放在下个礼拜 就是10月15号预定要举行的第二场辩论 那因为以目前今天其实比较不一样的是 今天他们的一个三位的一个人当中中间都放了那个塑胶的一个隔板 其实就跟台湾的一个政论节目在整个那个上台来宾之间都有放 其实他们做的距离比较遥远 但是其实有医学就是医生的一个专家认为说这个可能效果有限 所以到底下个礼拜会不会举行第二次辩论 这当中当然还是有变数 不过因为以目前川普总统是希望能够参加辩论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部分可能我们觉得可能举行的一个几率还是相对比较高 那就要看主办单位怎么样去举办他 就是做好他的一个防护措施 我看拜登你讲了 他讲也很合理 如果他测试还有病毒的话我就不变了 其实也是 因为真的是安全区 我77岁了就算有隔板我戴口罩我都还会害怕吧 没错对对对 面对一个是带病的人啊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那因为这最后的一个决定是取决在总统的辩论委员会啦 那是不是会有政治的一个压力 那我觉得这当中但可能未来几天尤其可能越接近的时候 如果川普总统的一个身体状况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还是会举行 那如果说真的可能还是有一些些微的一个就是传染力的话 这部分我觉得可能以安全的考量 或许还是会有机会改成别的形式或者是递言这样 好那现在目前普遍的民调是拜登领先很多嘛对不对 对其实在这他的一个就是从辩论之后 然后一直到就是到川普总统确诊之后 其实他的民调有民调显示他可能领先幅度其实有达到14个percent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大概就是借在8到10个percent左右 而且是稳定的一个领先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 其实金融市场我觉得已经开始有一点在price in说 拜登胜选那因为他的领先幅度是拉大 所以降低了大家原本担心说可能因为有通讯投票的关系 所以选举结果有可能不会在11月3号很快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变数 那如果说选举结果可以比较快出来的话 市场就会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可能就会消除 虽然说相较于川普或者是拜登 拜登的一个加税政见当然会让市场觉得还是会 或多或少会对企业获利有一些冲击 但是因为民主党是比较支持在扩大财政支出的部分 因为扩大财政支出也可以缓解就是目前现在两党 因为新一轮的财政纾困政策一直谈不拢这样子的一个僵局 另外一个就是扩大财政支出其实对于美国的经济尤其在明年的表现 可能还是有蛮大的一个加分效果 其实是有助于去抵减这个减税的一个加税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拜登如果能够去调整对于中国的一个进口产品的关税的话 基本上大家也认为说这部分是有一些加分的一个抵减效果 所以这两相情境交错之下如果目前市场已经开始有一点在反映说拜登胜选 那胜出民主党有可能同时赢得参议院跟众议院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的话 美元最近表现看起来就会比较弱势 那反而资金就是又重新回到了新市场 所以我们看到尤其在新兴亚股的部分 像今天不论是台股还有整体的亚洲股市基本上都是相当强劲的 那尤其在这一次的一个中国股市的修市期间 我们看到人民币也是呈现一个相对强势的一个状态 似乎已经有开始pricing这样子的一个情境 不过我们还是要提一下 因为距离选举大概还有两个多 两个多礼拜两三个多礼拜的时间 所以这当中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变数 所以我们觉得投资人可能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不要完全去放弃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行情 但是这当中还是要去保留一些 可能做好一些防御有一些潜在变数 这样子的一个保险的一个部位 这当中包括了一些像是公用事业类股 或者是像是美元 甚至在一些就是黄金 以及在像是日元这部分 比较具备有防御功能的一个资产 可能这部分还是要做 纳入在资产组合当中 作为一个潜在变数 那当然如果这段时间因为选举的不确定性 造成股市还是有一些震荡的话 这当中也是可以视为是一个选钱 逢低加码很好的一个机会 好 我这两天不是在节目里 有跟听众朋友谈到那个美国钢铁这档股票 代号X这档股票 你知道在美股的最新一个交易 他涨多少吗 他一天涨了10% 那为什么他会涨10%呢 为什么提醒大家要注意这种 所谓基础建设的概念 因为如果拜登上的话 民主党一定大推基础建设的嘛 那当铁啊水泥啊这些需求一定是扩增的嘛 对 其实其实如果以目前我们我们集团来看啦 其实两党都是支持比较偏 要去扩大 只是规模的问题 对对对对 那当然两个可能会不一样 就是像民主党的部分 当然可能也会去特别强调一些 传统的基础建设之外 也会有一些科技的基础建设 像是宽品啊5G这部分 所以这部分其实相关的一个概念股 基本上股价也是有可以受惠 对另外一个就是在于像是绿能相关的一个股票 其实因为整个拜登的一个民调比较领先的一个关系 我们看到绿能的相关 太阳能啊这部分 其实股价表现也都是很活泼的 那这部分我们觉得也是投资人 其实是可以留意一些未来的一个方向 好 那最近美国国会重新有展开对于这个科技巨头反托拉斯的调查 对对对对对 我看我看那个国会出来的报告非常不客气 认为说这些公司的确就是有这个垄断的问题 那还有一些消息有显示说美国的贸易委员会FTC 非常有可能会对脸书在年底提出诉讼 所以这个对于美国这些科技巨头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吗 第一个如果就整个 因为这一次他们那个调查报告 其实历经了有十几个月的时间 那当然我们觉得以目前他们对于大型科技公司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基本上我们认为结论就是短线上要出现实质的立法 可能还不会那么快 最快可能会到2021年 就是要等到选举结果出来 那即便未来 因为这个当然民主党对于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态度是比较严格的 比较强硬的 未来即便民主党取得了参众议院的多数的话 这当中我们觉得共和党还是有一些 包括了像是程序手段这样的一个工具 是可以去就是降低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了 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如果就长线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对于大型科技的一个监管 这个风险是一直持续都会存在的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会要见我们现场 酒吧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天气凉了 最近天气变化已经变得很大了 所以有高血压糖尿病跟体质比较差的朋友 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留意了 尤其是呼吸系统免疫系统也比较差的人 就很容易在这个季节出现过敏 感冒这些症状 所以有50年教学的王学签内脏按摩器工 这个星期天的下午2点 那举办了说明会 要告诉你养生的方法 养生的秋季的功法 不管是用什么姿势都可以练习 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上网预约 那这个网址是三个W 然后这个WCK 然后.com.tw 那电话呢是02-3320-1868 那请大家可以预约 那我们继续来访问富兰克林 投顾的资争协梁佩玲 那佩玲刚刚讲到这个反垄断反托拉斯 那这些巨头会被这个打击的很严重吗 还是说只是国会议员在演演戏而已呢 其实因为这一次的调查时间非常的久 所以我觉得这次相较于过去 其实是比较严格或认真在看待这件事情 那只是说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做法 是希望有点参考 像是1956年那时候美国针对银行业也推出了 就是像银行控股公司 他们要求他们不能去并购一些保险啊 房地产甚至其他非银行相关的一个业务 就是要有所谓的一个业务分离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部分 当然其实我还是要回到 就是其实在美国的反托拉斯法 它的一个精神是在于 要损及消费者的一个权益 那因为以目前其实这些科技公司 其实他们的一个状况 并没有说真的是造成 因为怎么联合定价的问题 而造成消费者权益的受损 反而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还是在于 他们取得像是消费者的一个资讯 这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一个采取的方式 但有可能包括了他们可能对于并购的一个要求 买卖方如果是占率占太高 然后造成了合并之后 整个市场的占有率又更高的话 这部分的一个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或者是像是对于脸书 或者是我们在智慧型手机的部分 有一些资讯让消费者是可以主动去移除 就是不会提供给这些科技公司 或者是网络平台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当然最极端的一个方式就是要求这些公司要被迫 就是要进行分拆的一个业务 我觉得这个是对市场上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冲击 那否则的话 其实如同我们刚刚提到了几个比较委婉 或者是婉转的一个做法的话 甚至对他施行一些罚款的话 我觉得这部分的影响都相对比较有限 那只是对短线上股价上或多或少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消息面的一个纷扰 那毕竟因为这些公司其实就所谓的 就是在一个美光分下 所以也是成为焦点之一 那再加上如果短线上股价也涨多的话 还是有可能会成为就是股价涨多拉回的一个理由 但是我并不觉得它会造成这些公司 很大幅度的一个未来中长期的一个前景的一个改变 因为这些公司其实太占指数了 对 这个比如说五个就占快23到25% 没错这五大建压股占20几%标普 那所以说在这样状况之下 这些公司的股价就会影响到大盘的走势 是没错 那现在目前美股的这个方向性到底怎么看呢 第一个我们基本上还是认为就选前来看的话 美国股市应该还是维持在比较偏向于箱形区间整理 那尤其可能越接近就是在选举前这部分的一个大盘的一个 可能它的一个波动会相对比较剧烈 可是美日的波动剧烈之外 但是它整体是不会去脱离 就是我们就还要去突破前一波的高点的空间是相对比较小 但要出现大跌 比方说再去大幅跌破季限啊 甚至是回测到年限这部分 我们觉得倒也并不至于啦 就会形成是在一个高档的一个区间 那等到选后来做一个判断 如果说万一真的是民主党全赢的话呢 我们觉得股价短线上还是会有一些震荡 因为毕竟就是民主党 它虽然支持像财政支出基础建设 但是它对于加税的这一块 我觉得市场还是会去消化这个潜在的一个风险 那只是说这个反应的时间可能就有点像 之前2016年川普当选那时候 可能它的反应其实以目前市场的反应 都是非常的一个快 所以这部分我们觉得它对股市的冲击 倒也并不至于太大了 万一如果股市真的也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的话 我们觉得联准会还是有一些政策 或者是出手干预的去缓解市场担忧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空间 所以就整体来看 我们觉得美国股市在选举前后 或许还是是在一个比较偏向于高档震荡整理的一个盘 那这部分呢如果出现波动的话 我们觉得反而是投资人可以去预先卡位 年底的一个旺季 甚至到明年第一季的一个行情 很好的一个机会点 拉回如果大拉回就是好来点 那现在比较倾向这个谁会当选 目前的一个民调或几率看起来 还是以拜登当选的几率比较高 对然后如果是国会的话 其实就美国股市历史经验来看的话 其实分裂国会就是国会有两党分治的一个情况 对美国股市是最有利的一个投资环境 是吗分裂才是有利 因为没办法因为就是因为这是统计数字 但因为一来就反映的是说 不会有任何一个政党会去主导 然后也不会有大规模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转向 那如果说是由民主党全赢的话呢 看起来这个几率很高 对目前看起来这几率很高 那我觉得市场比较没有price in这个风险 因为民主党如果真的全赢的话 包括了对于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这部分 甚至可能在要价的议题上 这部分还是会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强硬的一个措施出来 这部分我们觉得是要在观察的一个风险 所以大型的这个制药公司叫小新 他们股价可能会有压力 可能会有波对对对 好所以民主党全拿的可能性很高 因为现在参议院看起来就是说 民主党胜选的几率已经高达60%到70%了 对所以说很多人要失业了 很多人要这个国务院很多人要失业了 好那这也不关我们的事了 就是说我们今天希望说美国不要出现 争议选举平静度过是最好 对这是最好 不然的话那股市的波动才会更大了 如果说总统出不来那才是一个大麻烦 好那这个其他市场我们怎么观察呢 比如入股啊 那这个其他市场我们到年底的我们看的方向是怎么样 如果是比方说拜登当选刚提到了 其实美元比较走弱的环境 我们觉得新兴亚洲市场是有表现的空间 那一来当然也是因为它的一个美国经济变好 其实对于亚洲这种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 也相对比较可以受惠 第二个就是就中国我们看了出来 在这一次的一个国庆假期期间 不论是旅游或者是消费的动能 都有明显在回温的那也显示着说 其实如果你就各个国家的一个PMI指数来看的话 中国的一个持续改善的一个状况也是比较明显 相较于欧洲 欧洲因为当地的一个疫情 其实又有再度变得比较严峻 所以有影响到它的服务业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觉得反而在新兴亚洲这一块 那因为中国明天就放假之后呢 我们觉得历史经验显示 其实在放假之后 中国股市是有表现的一个空间 再加上10月26到29要召开五中全会 那目前就是会估它会有新的政策的一个纲要出来 细节要到明年的3月 不过就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环境 政策的一个出台环境 再加上传统的一个消费旺季的一个支撑之下 我们觉得其实新兴亚洲股市 或者是大中华股市 是有机会持续的一个往上 就是只要美股别有出现太大问题的话 新兴亚洲股市是有一些 第四季是有一些操作的一个空间 也建议投资人其实可以多加留意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 那蚂蚁要挂牌 会掀起一个波浪吗 目前看起来其实是市场引颈期待的 其实现在已经大家很多那个基金 就是都已经有做一些配售的一个动作 投资人的一个参与度和兴趣度也很高 那比较留意的是 他如果这个挂牌之后 是不是会对于其他的公司 有一些资金排挤的效果 这要留意 但是就整体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对于蚂蚁的一个中长期后市是很看好的 那因为这代表的是中国整个未来 包括像支付宝这部分的一个电子支付 这样子的一个期待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对于相关的 不论是中国的中小型 或者是新经济的一个概念股 这部分是有帮助的 好 谢谢梁佩玲 谢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